我要先叫大家先安装一个影音剪辑软体 这个影音剪辑软体叫做剪映 我这边先稍微简单的打字一下 这个软体叫做剪映 然后为什么要介绍这个软体呢 你看到很多在教这个影音剪辑的老师 大多数都是教台湾的 比如说那个什么威力导演有没有 但是呢剪映他开始红起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玩了 那我在中山社大有学员 他除了上我的课之外 他也有上别人老师的威力导演课 结果他就发觉说 老师你教的这个剪映真的好好用 觉得比威力导演好用多了 威力导演是台湾的 可是剪映是先跟各位讲 不要太恐惧 他是大陆的 那你会说安装在我的电脑里面 会不会有资安的疑虑 放心至少我用到目前为止 他当然可能会有一些资料 账号什么东西 就是我所谓的账号是 你今天假设用这个剪映 基本上是不用建账号的 那如果你有建的账号 他的账号资料只是记在大陆那边而已 但是通常你的什么 我电脑也有寄什么信用卡或者寄什么这些资讯 放心他不会传回中国大陆 OK到目前为止是很好的 因为为什么呢 各位有没有听过抖音 有听过吗 抖音是在中国大陆很有名的 就像我们台湾最常用的YouTube 有没有 是很像的 那因为抖音呢 他为了要让这个 那个什么就是很多人能够快速的录制影片 而且录完影片之后 他还可以产生字幕 要很快 所以这是抖音开发出来的 所以他对一个 他最厉害的有几项 跟各位讲 他最厉害有几项东西 第一个 他可以把我们讲中文的话 直接辨识成中文的文字 产生字幕出来 他对中文的文字辨识能力特别强 中文文字辨识 很强 但是相对的 他的英文辨识能力没有那么强 但中文很强 所以我们自己 至少我们都在讲佛语的 那我们到做完影片之后 我可以让他 智能辨识 智能辨识 他就把你的话 直接转成中文字 出现在字幕了 这是第一个 好 这是他最强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 还有什么东西 他有很多的声音库 什么叫声音库 他里面有不同的声音 假设我的声音不好听 我在录音器声音不好听 放在YouTube上或放在哪里 那都说人家听了会很痛苦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他里面有至少二三十种的声音 可以帮你把文字念出来 所以你假设你的稿子有写好了 放到影片上去 然后你可以让他直接用他里面的 比如说有台湾女生 台湾男 台湾小哥 甚至什么陕西大叔 都可以 他的声音都可以产生出来 就是说让他会去念这些文字出来 而且不是很僵硬的机器在那边念的那种 他是会很有声音表情的 OK 所以这个声音库很棒 所以我上学期已经在中山社大 有让学员开始在做那个什么 说故事的绘本 就影音哦 影音哦 然后假设换到小朋友讲话 你就可以用小朋友的声音 还有那个海绵宝宝的声音 你可以用海绵宝宝的声音来念一串文字 有蜡皮小心的声音 也有 不可以哦 你就用它来弄 那比如说白雪公主 你就可以用一个台湾女生的声音 来弄 所以就可以变成一个像说故事的一个影片了 OK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它汇出的影音品值可以到达4K 4K是什么回事 先跟各位讲一下 我稍微讲一下4K是什么 什么东西叫4K 各位可能都有在YouTube上看一些影片 那边影片比如说你常常看韩剧 日剧 大陆剧 你觉得它的画质好不好 也还算不错了 因为至少你不会看了每一个都是马赛哥 不会吧 它的品质很好了 它的品质我们叫做720P 什么叫720P 这个P的英文是Pixel Pixel Pixel翻成中文叫做像素 也就是我们的荧幕有宽跟高 这个高 它靠720个点 组出来的 那如果今天这边的点数越高 是不是画质越好 所以通常比720P再高一层的 我们就称为叫做1080P 1080P 它就画质更好了 可以吗 所以这个我们通常都已经称为叫做Full HD Full High Definition 有点忘记怎么听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 好 没关系 然后呢 如果再比1080P画质更好的 我说它的宽变两倍宽 高也变两倍 宽也变两倍了 这种影片我们就称为2K画质 2K画质 那是不是影像又更清楚更漂亮 甚至投到更大的荧幕 它都会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呢 又再比2K的画质宽跟高又更两倍了 那我们就称为叫4K 这个剪映 它可以汇出这么高的画质 那我们常用我们国人出的台湾出的威力导演 常常免费版就大概只能输出720P 免费版只能出720P 那其他就要付费 跟各位讲这一套免费 这一套免费 而且可以在电脑安装 也可以在手机安装 手机 我们常常用手机在拍影片 我到时候直接用手机 你有兴趣可以开始用手机编辑 可以吗 所以现在我们要教各位先下载一下 那我先讲我先从移除好了 先讲移除 如果你有旧版的 我们可以来做移除 然后你没有电脑没有装的 你就移除的就稍微看一下 就知道就好了 那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新版的 本身是没有安装的 等一下就跟着我怎么去下载安装 好不好 我先讲移除 来 各位在电脑 我先问一下在座有Mac电脑吗 有人带Mac电脑来吗 有有有 有两位Mac电脑 没关系 那等一下我在那个 那个什么 有有些东西在额外 再帮你们过去看 那现在我先针对Windows电脑 Windows电脑的左下角 有一个像放大镜搜寻一样 那我们要先移除旧版的 如果你有旧版的话 要把它移除掉 来 在这个地方打入新增 左下角打入新增 看到字我把它放大 新增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找出来一个 新增或移除程式 新增或移除程式 好 然后我现在就点这个新增或移除程式 然后出现这个画面 你稍微把它往下拉一点点 这边都是英文的 这就是你在电脑上有装的软件 没关系 一路拉到这底下 因为底下才都是中文字的 那你就帮我找找看 在哪里 像这个字 有没有看到 简映专页版 有看到吗 好 那你只有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旧版移除 点击之后 按解除安装 再按解除安装 OK 然后安装 我这边跑出了一个画面 你是否要允许此APP 变更你的装置 那你就是按是 它就会把它移除 开始在做移除了 它现在开始在做移除了 你看 我看看 它这里 跑出来这个画面 对不起 我都是减几字 但是没关系 我们也慢慢认一下 确认卸载剪映专页版吗 我们就按确认 这个确认 不要按取消 是按确认 但是我们也看左边这里 它上面写的字 保留我的用户数据 这个勾 请不要点掉 请保留它的勾 因为你曾经 如果过去你有安装 你有剪辑的任何草稿 都可以留下来 所以这个要打勾 不要删掉 可以吗 那就请按确认 它就开始做移除了 看到没有 可以吗 来移除 按卸载完成 就移除掉了 那本来桌面会有一个 黑色底 白色剪刀的图案 它就是剪印 现在已经没有了 看到没有 现在没有了 代表我移除掉了 我再讲一次移除 我再讲一次移除 但是因为移除的人不多 有一些人移除 那新同学都没有装过 这个移除你就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 来我再讲一次 Windows电脑如果要移除的话 移除那个软体的话 在下方 下方有一个像放大镜的图案 请在这放大镜图案帮我点一下 然后搜寻 打上字 帮我打入新增 然后至少打个新增两个字 它就会筛选出来 有新增开头的有哪些字 那其中有一个叫做 新增或移除程式 帮我点击进去 点击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找了 这个刚才剪印专业版 现在消失掉了 你看中文字里面 已经找 有剪 但是没有剪印专业版 那我再讲一次 如果要移除是点击 然后按解除安装 然后他会问说 是不是要真的解除 你再按解除安装 这个软体就移除掉了 可以吗 所以 那个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发问 来 那我现在 我顺便就开始讲 我们怎么去 怎么去装新的 怎么去下载新的 先教大家下载 因为如果我们都是 有很多人用学校的 WiFi的话 那么多人连 有时候下载会花一点时间 我们先下载 来 我们用的这个 我们要用这个叫浏览器 这个叫浏览器 这个图案 认这个图案 是Google的浏览器 叫做Google Chrome 所以以后 我让大家一直习惯 那个英文 所以我以后常常会说 请把Chrome打开来 你就知道要开这个 可以吗 好 这个就是浏览器 好 请把浏览器打开来 然后可以搜寻 搜寻什么 你就打入 我们刚才的那个软体名称叫 剪印 剪刀的剪 放印的印 剪印 然后按一下Enter 它就会搜寻到 诶 什么赞助商广告的 诶 跳过 它只要是广告的 跳过 诶 看到这里 我放大一点 我要请各位认几个东西 确定你点的不是错误的 你认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是黑底白色剪刀 这就是大陆版的剪印 那你也看到这边的字 写剪底字 好 就点下这个字 点进去之后 来到它的官网 它的官网 然后官网呢 我们只要点这个 立即下载就可以了 点击 我的会跳出一个画面 出来问说我要存哪里 那有些人他不会跳出这个画面 预设他就开始下载了 那下载它会到这个 现在目前Chrome 它会下载到这边会有个动作 会有个画面 在动作 那我现在 现在我是 你们没有问你们的话 基本上是在 你看这个叫档案总管的左侧 档案总管的左侧有一个下载 绿色都在下载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来帮我认一下这个字眼 你看一下 它的档 这个是安装档 安装档 安装档就叫简印 它的英文拼音叫简印 而且后面是它的版本 是底线5 底线2 我们通常讲说 它的版本就是4.5.2版 4.5.2版 OK 我说今天早上 我在中山社大的学员 有人跟我讲说 是我昨天才安装的 结果他记得他安装的是 4.5.1版 昨天安装的是4.5.1版 今天是4.5.2版 好 然后 好了之后就按存档 它就会开始下载 好 那下载有快有慢 好 那因为如果大家都是连到学校的网路的话 可能会慢一点点 好 来下载了 我再讲一次 各位开启 Chrome浏览器 Chrome浏览器 Google Chrome浏览器 好 开启之后呢 我们在搜寻的地方打入减印 按Enter下去之后 就可以找到 好 但是认图案 如果上面有写广告的 跳过 找第二个 现在目前 第一个找出来没有广告了 好 这个就是黑底白色剪刀的图案 底下这个连结 帮我点击进去 好 然后 关网 这个就是关网 帮我按立即下载 然后 有的人会跳出这个视窗 有的人不会 如果不会跳出来 它预设就是放在下载里面 没关系 不用担心 好 那现在 那个什么 我的会跳出来问 那假设我就要存在这里 我就按存档 它就开始下载 可以吗 来 先请各位做下载一下 好不好 来